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家里自己腌制的酸白菜可以吃了 今天我们用来做酸白菜炖棒骨 用其他五花肉,羊肉,大骨头的肉都可以做这个菜 先清洗棒骨 加面粉和盐,用清水抓洗一分钟 再过几遍清水 半骨清洗好了,准备焯水 冷水下锅 放适量葱姜,料酒 大火烧开撇去浮沫 继续煮至两分钟捞出 用温水冲洗干净,备用 葱切小段,将切片备用 两颗干辣椒,两个八角,10粒花椒备用 锅中倒入适量油 油温七八成热的时候,倒入葱姜,香料爆香 放一点生抽和少许料酒 放入大骨头 倒入开水 没过骨头 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准备一把土豆粉条 用温水浸泡30分钟 这个是自己腌制的酸菜 用清水清洗一遍 攥干水分 如果是超市买的酸菜,建议选择东北的酸菜 味道浓厚 酸菜是这道菜味道的主要来源 喜欢可以多放一点 清洗好的酸菜不要直接下锅 我们用猪油煸炒一下 这样酸菜吃起来会更香 锅中放入猪油,一个八角 倒入酸菜煸炒三分钟炒出香味 盛出备用 一个小时后,大骨头炖得差不多了 放入炒好的酸菜 酸菜比较耐煮 煮得越久越好吃 放入适量盐调味 继续中小火炖30分钟 最后10分钟放入泡好的粉条 粉条煮软关火 一道纯香浓厚的酸菜炖棒骨就做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留言,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祝您生活愉快 下期再见